国立故宫博物院在今天上午11点多的时候发生了停电 展间内突然一片漆黑 不少的学生来参观受到不少惊吓 而工作人员也协助照明 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和文物安全 院方也先引导大家走出展间外等待 而至于在院内保存的文物 院方表示停电一分钟之内就启动了恒温恒湿机制 因此文物并没有受到影响 至于为什么会停电呢 台电表示是台北市政府的下水道工程 挖筍 书店 线路 造成了跳脱才会停电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用手机录影什么都拍不到 这里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23号上午11点多突然停电 院方紧急启动照明系统 还有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指引民众离开馆内 确保游客及文物安全 民众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先跟随指引到外头等待 突如其来的停电让参观师生们都吓了一跳 台电调查后发现是北市府的下水道工程 挖筍书店线路造成跳脱不只有故宫停电受影响的 共有北市市林区约一万两千户 经过台电紧急抢修很快就恢复供电 而故宫表示上午11点22分停电后 大约13分钟就恢复供电 11点46分恢复民众参观 不过在院内保存的文物是否会受到停电影响 万一它会影响到温湿度的时候 那我们的第二线的柴油发电器的启动 跟冷气空调温湿度控制的系统 它一定会在那个必要的实现之内来恢复 院方表示这些文物在密闭的展柜中 如果是金属器温度必须保持20到24度 相对湿度45%以下 如果是书画纸券织品竹木等有机材质 温度是要保持在20到22度 相对湿度50到60之间 而在停电时一分钟内就会启动恒温恒湿系统 只要温湿度波动在可容许范围内 对文物就没有影响 民众来到故宫参观 没想到遇到停电有惊无险 借了据黄胜泉台北报道